这把是钻石山的排位赛 才7分钟 蓝的大招就高达了3000点 这么多 本来可以刷死这个云中军 对面的猴子来支援了 我也只能去支援 打死公孙黎后 再打死这个猴子 拿下二连击破 先利用野怪刷新被动 因为可以快速的清理这波兵线 陈瑶金来的也别慌 因为亚瑟来了 然后我再用一个大招成功拿下人头 接着就清理部分野怪和兵线 暂时要安稳发育先 然后立即往下路支援 铺中还遇到了漂亮的大小姐姐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萌亚会冲上前去 摆明就在送死啊 他小弟只应该会来这边 我猜的没有错 你已经死了 再回到下路 把这个大桥给解决 A几下普攻抬走 然后再 约塔带走这个公孙黎 然后米莱迪就杀死了我 不过这波也不亏啊 复活后 蓝红再次来到下路支援 这边你们应该会问我 为什么我一直来下路支援 因为他们好像在针对下路支援 打死公孙黎后我就先溜了 啊不是你吃了什么药又要回头啊 没事我有快速回城法 同样先叠三层被动 之后进入下潜状态等他的位移交了 他教了我直接越过墙抬走 来到中路杀着两个西位 公孙黎逃跑了我还能杀 猴子来了别慌我 直接一个大招来个反杀 你刚刚不是很勇吗 先清理一下他的小顿山 然后我再直接越他 把他给带走 好地图发现成咬经先叠个三层被动 然后直接过去挂一下挂一下 再挂一下 然后再放个成绩 引数一下 然后再挂多几下 恩公把他给带走 哎呦这反甲真烦 复活后来到中路给我发现了这两个 直接一套技能带走 然后我竟然没死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发现猴子 我直接挂他几下 应该是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王 收下暴君过后 我们再推个塔 发现猴子来的 我直接一个大招 把他给 A A 死 最后我推掉了对面的高地塔 然后和队友推掉水晶 最后赢得了比赛 好了视频都看完了 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别忘了我们的最新通知 拜拜